課本的244頁 我們剛剛說呢這是DNA 是不是轉入成RNA 然後這RNA是不是轉譯成蛋白質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 帶大家再仔細看一下 它轉入跟轉譯怎麼發生 這個流程講完之後呢 你就很有感覺了 就這一章節就到這邊 好 轉入怎麼做 是不是DNA要複製出RNA 怎麼複製呢 首先呢 你本來DNA是不是雙骨 這個是密碼骨這個是模板骨 注意喔這個模板骨跟密碼骨 本來是因為青鑑黏在一起對不對 所以雙骨螺旋繳在一起 這樣沒辦法複製 所以第一個動作一定是 雙骨DNA要先打開 這樣可以嗎 青鑑要先斷 你要讓青鑑斷就要靠一種酵素 一種鎂 那個叫做解螺旋鎂 所以解螺旋就是把雙骨螺旋解開 解螺旋鎂本身是不是就是蛋白質 這樣要跟上嗎 好 我不想講得那麼細 你只要有個感覺 就是DNA的雙骨本來黏在一起 你要它打開 你要它打開 就是要有一種鎂來幫忙 那種鎂叫做解螺旋鎂 課本有啦 我不想重複 不重要啦 你也不用記 注意喔打開之後 是不是變這樣 這個時候你注意 在你的細胞核裡面 這在細胞核嘛 因為染色體在細胞核裡面嘛 注意它在這個地方喔 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打開之後呢 記得你的細胞核裡面 本來就有一大堆珠子 AUGC的珠子 這個時候呢 這個T就會把A這個珠子吸過來 A就會把U這個珠子吸過來 一顆一顆珠子被誰吸過來 它是被這個模板骨吸過來 最後會變成這一條就是RNA 為什麼A會被T吸過來 因為輕健啊 而且A跟T就配對啊 所以結果產生的RNA 是不是跟密碼骨是一樣的 這樣有聽懂的意思嗎 注意這一條RNA 就是完成了剛剛的第一個步驟 這個動作叫做轉入 這樣可以嗎 可以喔 好 在哪裡做 在這邊做 做完之後 是不是轉入出一條RNA在這裡 注意喔 這條RNA開始游泳 游到哪裡去 從細胞核游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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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到哪裡去 核糖體 然後才幹嘛 在核糖體轉成什麼 蛋白質 這樣跟上了嗎 它的動作是這樣的 我想講到這邊就很生動了 你就大概有感覺 原來這個動作 在你的身體裡面 是一直反覆在進行 首先DNA在裡面 打開之後 然後染色體開始複製 就是複製剛剛這個動作 複製完之後呢 就會從你的這個 細胞核裡面游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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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到核糖體 然後在核糖體這個地方呢 產生下一個動作 就是產生蛋黃質 這樣可以嗎 可以喔 好 所以呢 這個就是所謂基因的轉入 這樣很簡單吧 聽起來很簡單 但是還有一些重要的觀念 一定要講到的 請各位看課本 246頁 對不起 244頁 最後一行 有沒有看到值得注意的是 注意看喔 要什麼注意呢 DNA的全長 有數百萬個剪輯隊 對不對 我們講的DNA全長 是指那條染色體的全長 幾百萬個剪輯隊嘛 但是基因可能只有 翻過來幾百個剪輯隊而已 這樣有聽懂嗎 所以請你記得 那個DNA打開的時候 不是從頭複製到尾 它只要複製一小段 RNA就夠了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意思是告訴你 這個DNA可能很長很長 但是其實我只要這一段就夠 所以這一段複製完 STOP就結束 對不起 這段複製完到這邊為止就結束 轉入的時候 並不需要整個DNA雙骨螺旋全部解開 只需要將轉入基因附近的這個解開就可以 這樣有聽懂意思嗎 這是第一個 這很簡單 好 接下來後面還有這個 你有興趣在看 我們來看基因的表現 科學家發現 基因要轉入 就是要發生這個反應 這個現象叫轉入 需要一種酵素來幫忙 這種酵素呢 才會產生這個反應 這樣可以嗎 什麼反應就是這個轉入的反應 這種酵素請你畫起來 叫做轉入因子 246頁 第八行 有沒有看到轉入因子 叫transcription factor 在生物科技裡常常提到什麼factor 什麼factor 其實這個地方所謂的轉入因子 就是一種蛋白質 它會引發什麼反應 轉入的這個反應 你說它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要有轉入因子 才會發生轉入 轉入因子是一種酵素 就是蛋白質 它決定了要表現 細胞和染色體裡的哪一個基因 換句話說 這個很重要 如果只是 如果沒有轉入因子 來啟動這個基因的轉入 就算你有這個基因 也不會表現出來 結果只是隱性基因而已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來我解釋給你聽 課本後面寫一堆 我解釋給你很簡單 各位知道 你身上有很多器官對不對 那各位都曉得 這個胰臟會分泌什麼 胰島素 腎臟會分泌腎上腺素 OK這沒有問題 請問你腎臟的細胞跟 胰臟的細胞有沒有一樣 我要讓你思考這個問題 腎臟的細胞跟胰臟的細胞 有沒有一樣 意思是問你說 腎臟的細胞跟胰臟的細胞 裡面的染色體有沒有一樣 好 那我就要考大家 那個腎臟細胞跟胰臟細胞 哪裡來的 你是哪裡來的 精子跟卵結合是受精卵 這個受精卵開始一個變兩個 兩個變四個 四個變八個 請問你這八個有沒有完全一樣 應該是非常像嘛對不對 幾乎是一樣 我們就先不管它簡短的那一點點 基本上是應該一樣 最後再分裂再分裂再分裂 是不是變成一個小嬰孩 再分裂再分裂是不是變成一個人 這樣有聽懂嗎 換句話說 你身上的腎臟細胞 跟你身上的 胰臟的細胞 它的染色體 理論上應該要怎麼樣 一樣 這樣有聽懂 跟上了嗎 既然腎臟的細胞 跟胰臟的細胞 染色體都一樣 那裡面的基因是不是應該一樣 這樣有聽懂嗎 那既然基因都一樣 那產生的蛋白質應該也要 一樣啊 可是不對耶 為什麼 因為腎臟細胞只會分泌腎上腺素 它不會分泌胰島素耶 胰臟細胞只會分泌胰島素 不會分泌腎上腺素耶 這樣有跟上嗎 或者這樣講啊 唾腺的細胞會分泌什麼 唾液啊 這樣有聽懂嗎 你胃的細胞會分泌 你胃的細胞會分泌胃蛋白鎂嗎 你胃的細胞會分泌唾液嗎 不會啊 這樣有跟上嗎 換句話說你有沒有覺得 奇怪了 你身上的器官裡的每一個細胞 染色體都一樣 基因都一樣 產生的蛋白質也一樣 為什麼 實際上產生的蛋白質是不一樣的 這樣有聽懂嗎 這個答案就是那四個字 轉入因子 在腎臟細胞 只有腎上腺素的那個基因 會表現出來 因為有一種轉入因子 讓它表現出來 腎上腺 腎臟細胞有沒有 胰島素的基因 有 但是會不會表現 不會 為什麼 因為沒有那種轉入因子 這樣有聽懂意思嗎 所以各位看課本的246頁 中間 人體是由受精卵不斷的分裂而成 一個受精卵可以分裂成不同的細胞 所以人體幾乎所有細胞的染色體的 DNA順序完全相同 幾乎啦 我們只是講觀念嘛 不要太吹毛求疵 那 既然完全相同 基因也相同 但是由於不同的細胞 在人體的不同位置 不同位置就會有不同的什麼 轉入因子 這句話是重點 因為不同的位置 就有不同的轉入因子 結果呢 胰臟細胞 它就有胰臟細胞的轉入因子 腎臟細胞 就有腎臟細胞的轉入因子 不同的轉入因子 決定染色體要表現哪一個基因 所以呢 胰臟細胞的轉入因子 可以使生產 產生胰島素的基因表現出來 使胰臟細胞分泌胰島素 同理腎臟細胞的轉入因子 可以使生產生腎上腺素的 這個基因表現出來 這個時候腎臟細胞就分泌腎上腺素 換句話說 同樣的細胞 到了身體不同的部位 會因為不同部位的轉入因子不同 產生不同的蛋白質 這樣可以嗎 可以啦 所以我剛剛最後一句話 我講了半天 只是在告訴各位 我的基因跟精神武是一樣的 只是沒有表現出來而已 所以呢 這邊你馬上就要知道 轉入這個觀念了 不是你有那個基因就會出現 就可以分泌那樣的蛋白質 你有那個基因 同時還要怎樣 有那個轉入因子 這個基因才有辦法表現出來 它才會分泌出這種蛋白質 你如果沒有表現出來 叫做隱性基因 隱性基因這個詞其實是我寫的啦 意思就是這樣沒有錯 就是你有基因沒有表現嘛 對啊 等於是沒有一樣 那你怎麼去治療 假設這是一個疾病 什麼疾病 就是你有這個基因 你卻沒有表現出來 那卻讓它表現出來 那我要治療這個疾病的時候 是不是就要用某一種藥物 這個藥物就是那個轉入因子 讓那個基因表現出來 就解決了 所以呢 這個有點複雜啦 就是說今天假設是一個糖尿病人 各位知道糖尿病是沒有腎上 沒有胰島素嗎 糖尿病人是沒有胰島素 那它這個病人就有兩種可能 一種可能是 它的染色體的基因裡面 沒有這個基因 這樣可以嗎 那另外有一種可能是 它有這個基因 但是沒有表現出來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要治療 你要做基因工程去治療它的時候 你就有兩種不可能的治療 可能不同的治療方式嘛 你如果是沒有這個基因 我就要想辦法把這一段基因 弄回去 弄進你的細胞裡 那些染色體 如果你有這個基因 只是沒有表現出來 那我就是要想辦法 把這個轉入因子 弄到你的 胰臟細胞 你是不是就有胰島素出來 但是現在都不是這樣做 現在是直接把胰島素打進去 就是我用生物科技 實驗室生產胰島素 什麼是胰島素 那就是一種蛋白質啊 然後呢 當你的血糖過高的時候 怎麼辦 直接把這個胰島素打進去嘛 那各位知道這種方法是最爛的嘛 你就要一天到晚打胰島素啊 這樣可以嗎 這是目前的狀況 就是人類目前還沒有那麼高科技 可以去解決這種基因治療的問題 還在努力當中 我相信未來10年20年 慢慢就會有這種基因工程的方法 而且很成熟可以治療這種疾病 這是未來 但是至少目前為止是不行 那不行怎麼辦 就是打胰島素 最爛的一種方法 各位現在都有這個觀念了對不對 那各位知道什麼叫做一卵雙生 就是 來看這裡 一卵雙生就是 精子在跟卵結合的時候 有兩個不同的卵 有兩個不同的精子 所以是不是兩個不同的受精卵 那因為這兩個受精卵 是不同的卵不同的精子組成的嘛 所以這兩個的染色體 理論上就不會一樣嘛 因為那個是機率的問題嘛 你去排列組合看看 是 23對染色體 隨便取 一定是取到不一樣的 所以最後呢 這兩個受精卵變成小孩 是不是就兩個同 這個叫一卵雙胞胎 那一卵雙胞胎呢 DNA是完全不一樣 染色體不一樣 DNA不一樣 基因不一樣 所以最後一定不太一樣 這是合理的 那什麼叫同卵雙生 同卵雙生 是本來只有一個受精卵 然後因為細胞分裂變兩個 所以各位這兩個 是不是應該一模一樣 先不考慮那個差一點點 假設是不是一模一樣 最後呢 這兩個卵是同卵喔 各自變成兩個小孩 各自變成一個小孩 是兩個 這個叫同卵雙胞胎 各位有看過同卵雙胞胎嗎 幾乎長得一模一樣 那個有時候在學校上課 那個老師都搞不清楚 然後名字又差一個字 有時候老師都會搞亂 現在各位明白 為什麼同卵雙胞胎 會長得這麼像嗎 因為他們染色體就一樣啊 這樣有聽懂嗎 講到同卵雙胞胎 不只染色體一樣 它連基因是不是一樣 DNA是不是一樣 所以他們的生物特徵會是一樣的 所以有一部電影叫做Ego Eye 叫做鷹眼 你看我又要講電影 鷹眼這部電影呢 就是演美國國防部 發明了一種超級電腦 可以去尋找恐怖分子 結果呢 負責控制這台電腦的那個 軍人啊 他是軍人 因為美國國防部那個軍人呢 竟然被那台電腦給殺了 殺死他之前呢 那個軍人發現這個電腦 怎麼自己那麼聰明 自己會思考太可怕了 就用他自己的生物特徵 等於是他的 他是沒有講清楚啦 反正生物特徵 可能是個基因的這個順序 或是什麼 把那個電腦鎖住 鎖住之後呢 這電腦就打不開了嘛 被鎖住了啊 那結果呢 電腦把這個工程師害死之後呢 這個工程師就死了對不對 誰才能夠把這個鎖解開 他有一個同卵雙胞胎的弟弟 所以那部電影呢 就演那個電腦控制了整個 城市裡面所有的監視系統啊 所有的火車啊什麼 全部被他控制有沒有 紅綠燈也被他控制 最後就是要逼他那個弟弟 來這個實驗室裡面 然後把那個電腦給解開嘛 因為他是同卵雙胞胎 所以他們兩個的生物特徵會完全一樣 因為他們的染色體一樣 DNA一樣 基因也一樣 這樣可以嗎 這個就是所謂同卵雙生 雙胞胎 那接下來我要問喔 同卵雙胞胎真的完全一樣嗎 如果同卵雙胞胎都真的完全一樣的話 那個就有點像 陸頂記裡面的雙額 各位看過陸頂記都知道 裡面的雙額呢是 講一樣的話 吃一樣的東西 做一樣的動作對不對 實際上不是這樣的 你去看那個同卵雙胞胎 哥哥弟弟雖然長得一模一樣 可能個性差很多 可能成績差很多 這樣聽懂嗎 換句話說 為什麼成績會有差 科學家發現 這個哥哥每次考試考不好 回家就被爸爸毒打一頓 各位知道人在被毒打的時候 這個全身的蛋白質分泌就會不一樣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激發他的潛能 所以他的腦部裡面那個聰明基因 就會突然表現出來 這樣聽懂嗎 他的弟弟呢 從來沒被打過 考不好就算了 結果過度溺愛了 最後呢 他弟弟從來就沒有考好過 那個聰明基因從來沒有表現出來 這樣聽懂嗎 換句話說 一個物種 他最後的特徵 會跟什麼有關 跟他的染色體基因有關 也會跟什麼有關 後天的環境有關 這樣聽懂嗎 生物的反應是非常複雜 所以我們只能說都有關 所以不可能真的完全一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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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